我們要跟各位介紹這個小軟體 你看我們這個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你覺得好用還是不好用? 它只有 幫Office加強 Office是不是可以貼上好多剪貼布 對不對 可是你除了Office以外的 很抱歉就不行 那麼我們剛剛從上課到現在 我們是不是有 簡簡貼了很多資料 那你會不會有些時候我還需要用到嗎 比如說我剛剛那個資料我可能還要用到 還有像剛剛大家不是有拿隨身別過來扣資料嗎 那我扣的資料我來自兩個地方 如果擦一個就扣一個 我要回去再扣一次 那我不就瘋了嗎 所以你看一下 我這個已經執行起來 你看在這裡 我剛剛做過的 通通在裡面 像剛剛我扣給同學的 Copy檔案 我就從這邊再貼回去而已 隨身節竟然是貼回去而已 是會比較快一點 那 你看我剛剛找過的圖片 那個美貝還在嗎 對不對 請問你剪貼布你會做什麼事情 卡貝文字 卡貝圖片 卡貝檔案 還有什麼嗎 沒啦 主要是這幾件事情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他 檔案 文字 圖片有沒有都在 都在 而且 下次開機還會上 很多時候我們在 做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就比較方便 甚至你可以設定什麼 假設我這個主題 我常常用到 你可以叫他 不要殺 永遠保留下來 你看 我們在這邊 點到他 你如果這個常常用 你可以告訴他 在內容這邊 永遠不自動刪除 因為預設的話 你們下載這個軟體 我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這邊 看你用哪一個版本都可以 就執行他就好了 那麼各位回去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動作應該是開機的時候就要執行 對不對 這樣他會自動幫你收集 不然等你想到的時候就來不及了 所以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在上面按右鍵 都中文的 在這邊 系統啟動的時候 自動啟動 就可以了 那麼 預設值 我記得 好像是 不知道是100還是30 忘記了 就是 他會自動幫你 記錄的那個量 最多到1024 不過人有時候是不要 記心太好了 記心太有時候會有困擾 因為你 記到那麼多 1024你要找 有時候也蠻早 所以 事實上他也有搜尋 他也有搜尋的功能 不過 我們一般不建議 記那麼多 反正超過單紙就是 第一個就自動刪掉 他說你真的有常常用到的 或最近常用到的 你就可以像我剛剛 把它設為不自動刪除 那你說 設為不自動刪除之後 他前面會有一個小東西 你看比如說這個 有沒有發現前面會有這個 你就知道那是不自動刪除 這樣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邊 我想要在這裡 再增加一個內容 你就來這邊 把它都都兩下 有沒有就自動進來了 對不對 那我看到這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剛剛是有一個小功能忘記跟大家講 有沒有自動編號 所以如果你需要自動編號的 你要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之後 在這裡有一個功能 點到他 往下 在下面 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邊 你可以選擇這幾種類別 預測是五 預測是五 所以如果你希望有自動編號 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不用 因為反正你脫逸了之後 他的編號就會變了 這個應該大家會比較清楚 OK 所以 你看在這裡 這個 像這樣 那 第2種情形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大家實在是太長 從網路上 很多時候你是會像這樣 看到這一段就給他 選起來就 複製 請問 這樣如果你直接貼到WORD的話 OK嗎 那個樣式會怎麼樣 你看我在這邊加一個註解好了 你如果這樣直接貼進來 他這邊會清掉 有沒有 這裡會清掉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在WORD裡面 這個 格式會進來就完了 有些時候很不OK 2003 你看我剛剛把它複製了 直接貼上 有沒有那些格式都進來了 那麼你在WORD 通常只有一次機會 來這邊選擇 對不對 甚至有些時候我發現貼進來 你連這個選擇機會都沒有 那怎麼辦 以前我們做瓦燒風就打開氣勢粉 在裡面汆燙一下 變成重溫字 但是請你不要那麼麻煩 有這種小軟體 你來這邊 你要這個沒有關係 告訴他按右鍵 貼上重溫字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變成重溫字了 那麼 甚至有些時候 你拷貝了之後 因為我現在已經重溫字了 所以貼上都是重溫字的 甚至有些時候 我這個剪貼的內容 其實我應該不用到這裡的 以前我們做法就是貼進來再來調整 對不對 可是你已經在剪貼布 因為你每次都要 是不是要刪除一次 所以 它有提供一個功能 你如果真的不想讓它 你看我可以編輯剪貼布 的內容 這個我真的不需要 存檔 那麼你下次 直接從這邊 我這裡先還原一下 我從這邊 貼出來的 就是沒有那個內容 了解了 所以 您可以發現說這個 可以幫助我們 不只是您在新制度裡面 你一般的 作業上 工作上 或者是 生活上 其實 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很多事情 可以 補充 維廉在 減貼布不足的地方